各位网友 各位同胞 大家好 我是老编 欢迎来到民主镜线 那么在这里给大家通报一个事情 呼之欲出的 在台湾东部化力防空识别区这件事情 已经正式落地了 那么美军昨天的导弹驱逐舰哈尔西号 正直过海 台湾海峡 实际上这个没有任何的实际意义 为什么 因为我说过 一艘破军舰它能够去撑台湾吗 当然是撑不了的 那么现在发生一个事情 大家知道在台湾东部 还有一些离岛叫蓝宇和绿岛 蓝宇和绿岛这个位置 昨天是5月8号前天 5月8号 解放军战机在这里例行性巡逻 然后呢 美军的这个飞机 战机抵近 抵近之后 解放军战机直接就是广播驱离 美军的这个战机 说 你已经进入到我国这个领空 请你立即掉头 否则就给你不客气了 美国说 放轻松 放轻松 然后呢 这个就乖乖配合 就离开了我台湾东侧空域 那么也就是说 所谓的解放军 已经不是像台湾那样讲的 或者他每天都公布的 防空识别区的最新动态 解放军也就是 呃 悄悄的 偷偷的 呃 漏过这个台湾海峡中线 已经不是这样了 已经在台湾东部 执行 呃 驱逐拦截 呃 外国军机的这个任务了 所以说那么 大家要知道 这个解放军是怎么去这个台湾东部的 解放军不是从南部 呃 绕过去 也不是从台湾北部 绕过去 而是直接从台湾的 呃 当中 穿过去的 因为现在很多网友啊 台湾的网友都看到 呃 尤其是 尤其是昨天啊 再加上前天微报 看到好多这个空气当中的这个尾焰 呃 但是都是双尾焰啊 都不是那种F10拉出来的弹尾焰 都是双尾焰啊 就是离得很近的 在台湾上空这样拉过去 这一看就是典型的 解放军的战机啊 呃 过直接就是穿越台湾的 所谓所谓的本岛上空 进入到台湾东部 去拦截这个美美美美机啊 然后就在这个地方进行这个军事 呃 巡逻 呃 例行性战备巡逻 所以也就是说台湾现在 他的那些飞机已经不飞了 台湾的F16战斗机 我说过他们要起飞 也就是说起飞了以后 到台北 台北呢再到这个 呃 屏东 呃 基隆到屏东 就这些地方在这里飞 呃 落着这个岛飞一飞 呃 但是基本上已经 已经不飞了 所以大家要要明白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W12 W123航线启动以后 当中这个留白的这个部分 用民航客机嘛 就是从大陆 福建这边到台北这边 福建这边到 这个高雄这边 啊 就是这样的两条线 那当中战机就是这样子 直接就冲到台湾上空上空去 到台湾东部啊 这是台湾 对吧 这个是台湾海峡 这个是福建 战机起飞 穿越台湾海峡 穿越台湾本岛上空 直接就到台湾东部了 就这边了啊 那这直接就就这样了 所以说 为什么台湾当时就跳软了啊 跳软了啊 道理是什么道理 道理就是这个道理 啊 道理就是这个道理 就是 呃 你这本岛上空 全部都给你没收掉了 所以说这个事情 它是很重大的一个事情 对吧 而且我之前就就已经想起来 老兵提了很多的这个 啊 想法 或者说建议 啊 或者说 对未来的情势这个分析 基本上都很准 我说了 台湾东部 肯定要画立防空识别区的 啊 这个地方就是 解放军的地盘了 那你说 解放军战机去哪边绕 绕是不可能的 直接就是从这个地方飞过去 中国战机性能非常优异 没有问题的在那边进行巡逻 啊 对吧 两小时一班 两小时一班 啊 对吧 一天出动12架战机 直接就过去巡逻 把台湾东部空域给他接管了 没有任何问题 也就是台湾整营说 整个海空域全部被解放军接管 包括本岛上空的这个所谓的空域 也全部被解放军给接管了 所以哈尔西号他政治过海有什么意义呢 对不对 你要就解放军已经划下这个国险线 在台湾东部包蓝与以东对这一带 对吧 啊 所以说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包括海巡 在厦门 在台湾的这个本岛的这些海域 也都在大规模的在这里活动 啊 海上登陆部队 时时刻刻在海上唠叨 台湾海峡里面 啊 破障船 啊 包括登陆艇 全部都是过了台海中线 在台湾的外海这边 啊 在在绕台湾 啊 在海上 就是说一边绕一边演习 都在练习这个啊 啊 冲锋 登陆啊 和破障 啊 我们破障船就是 啊 我们这边释放了好多水雷 比台湾性能还好 的水雷 让这个破障船 进行实战化 啊 演训 啊 就在就在就在台湾 啊 在这个就台湾海峡 东侧这边 啊 台湾本岛的西侧 海域 在这边 进行正儿八经的破障演训 啊 和登陆 登陆艇的演训 大家知道登陆艇都放出来了 啊 这个都是小股作战 不对 全部都放出来了 啊 这个态势太明显了 所以说今年 啊 在美国总统大选前后 大概率是要收掉台湾的 包括你看金融上 连续18个月 连续18个月增持黄金啊 啊 大家可想而知 这整体这个态势 是什么一个态势 对吧 所以说这个赖清德 赶紧的就要叫日本 啊 赖清德 台日生死与共 判扩大交流合作 所以赖清德 他已经知道了 哇操 情势太严重了 啊 我们是 就是就跟日本 是生死与共了 人家日本跟你生什么死 与什么共啊 人家是大和民族 你是支那 啊 建杂 啊 杂醋 知道吧 录影为日华肯致辞蔡英文 判台日持续深化伙伴关系 台湾的所谓的蔡英文 和所谓的副总统 赖清德昨日分别录影为日华议员肯谈会 年度总会致辞 蔡表示 是判台日持续深化伙伴关系 让两国合作成为区域 乃至于全球的世界典范 共同为世界繁荣发展 带来更多贡献 520将任台湾所谓总统的赖清德说 台日是生死与共同的命运共同体 他要持续带领台湾联名与日本等所谓理念相近国家 扩大交流合作 希望台日成为相互信任的好伙伴 为印太和平做出更多贡献 赖清德指出 日华肯与台湾的友情已超过半世纪 长期在台日关系上扮演重要角色 多年来台湾和日本已经称为患难见真情的好朋友 除了共同面对天灾地变 疫情等挑战外 也是在民主道路上携手前行的好伙伴 上月日美非三方峰会也再次重申 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 他说台湾和日本有历史地理经济政治等深厚连结 他一直认为台日之间仿佛存在一条无形的线 将我们紧紧捆绑在一起 成为生死与共的命运共同体 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 日本有事也会是台湾的有事 他为了将在蔡总统奠定的良好基础上 持续带领台湾联名与日本等理念向近国家 扩大交流合作 诚恳希望台湾与日本能够继续相互关心 相互扶持 相互成长 相互成就相互信赖的好伙伴 共同为印太地区和平稳定做出更多的贡献 说到这个话 拉王他妈都觉得好笑 台湾与日本在历史地理经济政治上 有深厚的这个连结 在历史上有什么深厚的连结 是他妈把你妈操了 还是把你爹他妈的鸡巴给割下来了 地理上 台湾的地理跟日本的地理 又是怎么有着深厚的连结呢 你是指它是先导住导的一部分 你台湾是琉球的一部分 不好意思 你是在福建这边的大陆架上面 是不是 经济有着深厚的连结 你他妈的逼着整个台湾GDP的60% 甚至隐形的甚至达到七成 是依靠中国大陆的 然后你跟日本有什么深厚的连结 是卖给日本那些劣质香蕉 被日本人拉一桶里 政治等深厚连结 你跟日本的政治 有什么样的深厚的连结 人家是他妈君主立先制 你他妈是什么制 你是什么制度 你是打着民主幌子的独裁政府 你不要搞错 你走的是他妈那个逼的一党专政的独裁路线 你们那个选业是他们假选业 所以说你搞的是绿色恐怖 在台湾骂蔡英文的人都会被整得很惨 而且这种整 他不是以国家所谓的这种国家名义 正常的这种政府间名义来整理 他私下秘密警察上门人来找你 凌驾于法律之上的 懂吗 就是他妈蔡明燕下达命令来找他妈台湾这种人的麻烦 你他妈的理念相近呢 现在你告诉我圈究哪一个国家是他妈比民主国还加 美国 不好意思 那民主国家那为什么不可以骂他妈的可萨的 美国已经他妈的法律都已经通过了 他已经是他妈可萨专制国家 你别给我逗了啊你他妈的就给我等死吧啊 谢谢各位支持